哈喽 为啥换这车 今天带大家体验一下 2021款领克02 Hatchback 带架空套装的顶沛车型 这个车 打眼一瞅 外观绝对让人眼前一亮 给人一种啥感觉呢 就是一眼看不住 这大哥就窜出去了 运动气息拉满了 这种橙色车身 和黑色车顶的双色设计呢 很讨喜 特别是年轻人 就喜欢这种张扬 19英寸轮圈 配的也是略显嚣张了 加上四出的排气 这车的造型 气质这一块 直接干败那些 终极小钢包车型 虽然我是个女孩 但是我对这车是稀罕的 不行不行 自从试驾车来了 我们公司那些男孩 跟疯了似的抢着开 这不好不容易抢过来了 废话不多说 外观我也就不废话了 直接上炕看内饰 一进到车内 我总有一种 想要踩油门 跑赛道的冲动 所有的细节 都满足一个小钢包的属性 整个内饰呢 都是家族式的设计 一些软性材质的包裹呢 用料很足 重点我要说的是 这个车里面一些细节的装饰地方 简直就是点睛之笔 比如跟车身同色的 这个橙色的安全带 还有一些橙色的小饰条 完全让这个车里面的氛围 活跃起来 如果要是全黑的内饰的话 整个内饰就会感觉特别沉嫩 领克的设计师 真的是有心了 方向盘的握感呢 是非常好的 对于女孩来说 刚刚好 因为女孩子手都比较小嘛 拖起来也是比较舒适的 换挡拨片设计 我要好好的去夸一下 这个设计师 真的是太好了 因为它的换挡拨片嘛 比较大 而且它也加入了这个橙色饰条 看起来非常好看 看看 这是啥 防滑的这个纹理处理是非常好的 咱们开起车来 加减挡 操作也比较方便 细节 决定成败 琢磨之处 都是用心的成果 挡霸设计呢 也比较别致 座椅呢 一眼睁都丑出来 是属于那种赛道座椅 真皮加仿皮的搭配呢 包裹性非常好 坐起来的话呢 可能这个座椅并不是很软 城市里面开 会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不舒适 毕竟这个运动属性在这摆着呢 性能车必须得硬 反正你懂的 开过都说好啊 我那帮男同事 个个都跟恶狼似的 要争着抢着开这台车 你就知道这车有多好了吧 这车是真的好开 方向盘操控 真的特别好 而且它转向特别灵活 也很精准 我刚才在高速上过弯的时候 一点侧倾的感觉都没有 证明这车的底盘支撑性 还是比较强的 这车高速上开 绝对牛的一匹 没话说 但是如果你在城市里面 开这个车的话 就像这种拥堵的路况 或者你遇见 勾勾坎坎坎坎坎坎 那种你的屁股 能够清清楚楚感受到 你脚下是啥路 因为在这个底盘的话 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硬的 但是也没啥关系 问题不大 毕竟是性能车 还是那句话 硬就对了 就该硬 不硬能叫小钢炮吗 我试了两个驾驶模式 一个是节能 然后一个是运动 节能模式呢 就是会很平顺 起停的时候 不会感觉很窜 运动模式 它也会给你适应时间 不会一脚油门 看一下就窜出去了 不会的 以后你说车的时候 能不能只说普通话呀 我说的不是普通话吗 不像呀 东北人说的都是普通话 闭嘴吧 我告诉你 我说的就普通话